若用葡萄糖、锈化酶、氯化钠跟醋酸四种化合物 在25度C制备相同渗透压且体积相同的容易 所需要的质量由大到小的排列 下列哪一个选项的排列正确 那本题在侧应渗透压那渗透压的公式π等于I乘上CmRT 所以我们可以再换算一下浓度就是重量除分子量再除上体积 那再乘上RT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公式把重量移向到左边 那剩下物种集中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就观察物种的一些条件 那在相同渗透压题目讲到相同渗透压同体积 那温度固定R是常数所以这些变数都是固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可以得到重量跟它的分子量除上I值乘上正比关系 好所以我们就比较这几个物种它的分子量除上I值 首先我们看到假葡萄糖 它是非电解值所以I是1分子量180 所以除出来的数字就是180 再看以锈化镁 MGBR2 它的适量为184 那解离以总量I是3 所以除出来是60.7 再看丙 氯化钠 它的适量58.5 I值是2 除起来大概29.25 接下来第四个畜酸 畜酸的分子量60 它的解离I值呢 大概1到2之间 那假设就1.2带进去 那大概是50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的结果知道 应该是假大于乙大于丁大于柄 本题的答案就是1选项